新聞介紹我來看的是江義市在地團成三代 未未飄向一家字的阿潘馬包 為了我來擴大消費客觀 正式來進駐江義市二通中進路 含臉聰明三個魚頭 還有阿英西米露也做出兵 儘管將近一個月次英文 在24號阿潘馬包的訓點正式來開幕 要在競爭進來文化路27相關 拚出一篇題 江義市的地名店家阿潘馬包 在在最近這幾年健康的冷靜室 咖哩酒都相當在下 這台關都不到三公斤的冷靜室 在在去年賣出的數量 競爭合22日的台方10100館 看出文化路上款的消費市場 阿潘馬包正式進駐一通中進路 經過將近一個月次英文 24號正式開幕 江義市長吳明輝特別告知 祝福 這台三代的傳承當中 一甲子的飄香帶給大家 滿滿傳統味又有創新 現在你走到中正店 跟我們所有的店家 大家相互呼應攜手合作 我們又看到中正路這裡又有更多的創新 相信阿潘馬包堅持的 它蒸蒸日上 我們邁向百年 我覺得這是一種職人的傳承 我們家裡都是一個很有文化 很有意識 非常的悠久 我們覺得我們不是做短期的操作 很重要的是一代一代的 而且更好傳承的一個重要的百年傳承 我在這裡祝福我們阿潘肉包 也謝謝大家的鼓勵 再一次祝福大家元宵節快樂 經過三黨外的疫情 日空二十年 阿潘馬包在市長吳明輝的傳承之下 到台北參加第一條的台北國際食品店 驚出第一步 面對組合在這個疫情也要爭行 阿潘馬包也做好準備 三個在競爭劍的中陣路上款開分店 就是相當好在地的觀光發展 二同商圈它會選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在地跟觀光共融的商圈性質 所以我們踏入了中正路這邊 當我們的伴手禮中正店 阿潘肉包在除了服務在地客之外 更重要的是推廣嘉義觀光旅遊 更讓觀光客旅遊客 寄住嘉義寄住台灣 因為附近就有喝聰明三個魚頭 還可以米露和栽埃的地名店家 阿潘馬包到中正路開分店 最準是伴手禮的市場 主打咖哩照合兩人層的內褲 就是要讓UK社本化路雅致的時段 可以給一項美食伴手禮的市場 水星新聞 中町孫王秀山 嘉義士 蔡宏寶島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